哈喽大家好,又是我们小家 海贼王年仔这么多年 出现的海贼真的数不清了 要知道衡量一个海贼 最直观的标准就是悬赏金 这是政府视各个海贼的威胁程度 而定赏金的督寡 不过在海贼眼中 赏金又有不一样的定位 视衡量自身实力的标准 就比如陆飞 当他看到自己的赏金撑撑往上涨 都会异常兴奋 这证明了政府看见他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15个目前赏金最高的角色 看看他们配不配拥有这笔赏金 海米注意啦 现在介绍一款独家限量版的 浓浓洛亚索隆GK模型 这可是你不可错过的增长交品 这款模型栩栩如生大 还原了索隆的音质 精挑细琢 每个细节都极为逼真 选用优质材质 手感细腻 色彩鲜艳 确保长久保存也不褪色 每个角度都展现出了索隆的霸气与风采 更重要的是 这款模型真的很值得你收藏 稀有珍贵 增值潜力无限 这款浓浓洛亚索隆GK模型 高度33cm 超大尺寸 摆放在家中后办公室 绝对是最亮眼的存在 稳固耐用 不易倾倒 还附带索隆的经典武器 闪把刀 完美在线三刀流的震撼气势 这款模型不仅仅是一件收藏品 更是对海贼王精神的致敬 拥有它 你不仅能重温索隆的每一场激战 更能感受到它对梦想的坚持 与不屈的意志 数量有限预购重塑 立即前往咨询栏点击链接购买 将这款增长的索隆模型 收入脑中 成为真正的海贼迷 摄像猫魔玩 带你进入海贼世界的极致体验 马克的实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他的赏金是13亿7400万贝里 说到马尔克的话 我说他属于父皇等级 应该没有人反对吧 从小就跟在白胡子身边当实习生 从一个鸡鸡无名的小矛头 到白胡子海贼团艺人之下的位置 你就知道马尔克有多么的了解 白胡子海贼团的文化了 在丁山战争期间 马尔克也展示了他的实力 在战场上游走 面对不同的对手都有刃有余 你真的不得不承认他的实力 选长性除了实力外 影响力也很重要 身为白胡子海贼团的第二把交易 海军自然也忌惮三分 定上战争后 也是马尔克带领着白胡子 残铺对抗黑胡子 述众无大将啦 马尔克自然就是那个领头羊 将白胡子的精神传承下去 所以说啊 马尔克传承于白胡子的精神 这家伙如果放任不管 甲以实力也是可以振臂一呼 硬者云及的吧 白胡子死后 黑胡子多次找马尔克的麻烦 也对 辞职不除假以实热必有后患 像克斯也很多次邀请马尔克 加入自己的海贼团 只不过马尔克心向白胡子 哪有加入其他海贼团的心事呢 大马看到马尔克也不必说啦 自然也承认马尔克的实力 这么一个让众多世皇垂涎三尺的交火 世界政府当然必须严正以待 白胡子死了后 这么多队长 可是我们在无脑心口中 只听到马尔克的名字 所以这也侧面印证了马尔克的实力 所以13亿7400万贝里的赏金 也确实没有低估他 他确实应该受人尊重 说到战斗力 金的表现是相当可怕的 所以他的赏金有13亿9000万贝里 是有原因的 他恶名昭彰 战斗手法独辣 是凯多第一个船员 在白兽海贼团这30多年期间 也不是白过的 白兽海贼团什么文化啊 个个都是硬汉 独自战斗的话 白兽海贼团是当仁不让的 不过说到团体战合作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啦 金也是在这文化熏陶下承诈起来的 被打的遍体鳞伤没关系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你就别想绕过我 这种疯狂的战斗风格 实在可怕 完全就没有跟你顾忌的 我觉得吧 金跟马尔克最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在战斗没那么多顾虑 什么家人的羁绊 海贼团的兴衰都没有 他的眼中就只有打败眼前的家伙 在白兽海贼团中 金贵为山寨之首 有这样的绰号肯定有原因的 他们所到之处都是一场灾难 金我们就没有看到出核之国半步 但是你看看杰克的那表现 真的人如其名 别左屋带来的真的是一场灾难 杰克只不过是山寨中的小老弟 你就知道山寨之首的威力有多厉害啦 金也是百兽海贼团中的富皇级人物 跟马尔克一样是海贼团中的艺人之下 在核之国 马尔克艺人就踢飞了奎应和金 让人觉得金的实力不如马尔克 呃 实力方面确实也是赏金的考量因素 不过我觉得马尔克应该不会让世界政府 感到那么大的威胁 金应该比较会对百姓造成伤害吧 毕竟百兽海贼团可不是吃素的 看到实力不如人也不会退缩 干上去就对啦 这种疯狗行为 也难怪百兽海贼团的船员 普遍赏金都更高一点 因为他们真的像一群克了药的家伙 哈利库克在当九州海贼团的船长的时候 赏金才八千万贝里 由于加入了七五海 政府就停止对哈利库克悬赏了 所以赏金冻结在八千万贝里 只不过最近政府研究出了赤天使 赤权七五海瞬间就被抛弃了 也对 人家赤天使又听话 实力又有 不像赤权七五海空有实力 每一个都各怀鬼胎 看看顶上战争就知道啦 世界政府老早就想废除这个制度啦 现在可好了 科学就是力量 被抛弃的七五海又被同期起来 哈利库克的赏金 从八千万贝里 飙到十六亿五千九百万贝里 飙升了二十倍 我就说了顶上战争 政府是有看在眼里的 哈利库克你那个行为 政府真的恨得牙痒痒 这个赏金飙升速度 真的不能怪通货膨胀 只能怪你汉库克吃力爬外 政府是很小气啦 赏金提高就是要你的人头 或许我们都太小看汉库克啦 他的实力确实有的 不然黑物质也不用基于他的果实啦 而且在那次对战中 汉库克也缴出了 配得上这个赏金的实力 瞬间就失望了卡特林和巴士克 他们两个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都是世界罪恶罪犯的代表 在汉库克面前 如此的不堪一击 你就说啦 如果再让汉库克的赏金只有八千万贝里 是不是太小看他啦 第二种说法是 韦库克为什么要给汉库克那么高的赏金呢 汉库克真的配 十六亿五千九百万贝里吗 要知道韦库克喜欢玩谐音梗 这十六亿五千九百万贝里中间 的六五九 刚刚好就是汉库克的热文发音 我就不明白他六五九的话 其实六亿五千九百万贝里的话 跟之前的八千万贝里 也飙升了八倍嘛 为什么硬要给汉库克的赏金二十倍的飙升空间呢 难道甜甜果实也有特殊能力 看看黑胡子对甜甜果实那么感兴趣 这真的是细事极红啊 汉库克你得多保重了 如果说汉库克是二十倍飙升股 那么克洛克达尔也不遑多让 赏金球八千一百万贝里 飙升到十九亿六千五百万贝里 这难道是通货膨胀 我觉得吧 政府在某程度时低估了老沙 直到发现他的好的时候 已经回不去了 回想当初老沙是七五海 赏金冬结在八千一百万贝里的时候 当时老沙可是人灵英雄 除先腐弱的形象登场的 这也蛮符合世界政府给七五海的形象 只是世界政府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老沙不只想当七五海罢了 真正的目的是想得到古代兵器啊 他默默在搞得到个暴露科工作社 谁也不清楚里面的头目是谁 我猜世界政府怎么也没有想到 七下的七五海有那么庞大的组织吧 老沙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他的纯实力 而是他的集会结社能力 正逼一呼八方响应 果真是很有领袖魅力的 只可惜老沙不怎么相信自己的部下 不知道在那搞什么神秘 他是所有部下为棋子 Mr.Tree是这样 罗宾又何尝不是呢 这很难怪老沙吧 如果他是一个完美的领袖 那岂不是已经是海贼王了 要路费来干嘛 对不对 老沙在阿拉巴斯坦被打败后 他是被关进海底监狱第六层的 所以世界政府其实也默认了 他的垫覆能力了 差点就搞定了阿拉巴斯坦耶 这家伙不简单 直到老沙出了海底监狱 在地上战争那表现 真的让世界政府恨得牙痒痒 这不是我们之前的七五海成员吗 怎么跑去对面阵营了 老沙的表现跟汉库克一样 世界政府已经默默在做笔记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对不对 到了七五海制度废除 虽然十字公会是老沙的主意 不过你都知道的 政府只是觉得那是八级的主意 老沙只不过是军事级别的角色 在旁出谋宣策 这已经足够了 之前七五海身份就被低估 拥有颠覆国家的组织能力 顶上战争的实力表现 还有十字公会的主要成员 这让老沙的履历表更亮眼 他的赏金从八千一百万倍里 疯涨了二十倍 十九亿六千五百万倍里 你说老沙值得这个赏金吗 说到基德 想当初他在香波利群岛超新星中 可是赏金最高的那一个 当时他的赏金有三亿一千五百万倍里 这里可补一下 当时的超新星是以赏金一亿倍里为门槛 也就是说 十一个赏金超过一亿的海贼 将踏入新世界 所以关于超新星的头衔 而基德当时 是以超新星之手登场的 原因没其他 就是因为他给其他海贼团 造成很多麻烦 加上他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其实这种不计后果的海贼 还是相当让世界政府忌惮的 先不论基德当时的实力 是不是超新星之手 只是从他为人处事来看 基德是个争出风头的海贼 每一次行动 哪一次不是搞出大阵仗来的 对不对 两年后 基德的赏金又冲上了 四亿七千万倍里 还是超新星之手 再还没被凯多打败前 基德可是意气风发 与红发海贼团多次起冲突 而失去了左臂 又打上了大妈团的其中一个将星 还继承了大妈的两兽船舰 看来基德挑战四皇特别来劲 只可惜当他真的遇到四皇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这差距也没维持太久 基德和罗在核资国年兽 打败了Big Mom 原来基德还长招啊 果实能力决心忍到对抗Big Mom才死出来 真的太厉害了 也因为这样 他的赏金来到了三十亿贝里 打败了四皇这个成就 确实让基德轻飘飘了 星星也重拾回来了 原来四皇才不过如此 啊不然再回去挑战橡科斯好步 谁知道橡科斯直接让基德意识到 四皇和他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 三十亿贝里的赏金难道是过于了吗 我看未必 正如超新星这一个头衔一样 如果再给基德多一点时间 摸清楚橡科斯的霸气 应该就能突破这道屏障了 近身罗的赏金轨迹跟基德很像 只不过他多了一段七五海的经历 罗在夏布迪群岛超新星时期 赏金才两亿贝里 两年后赏金升到四亿四千万贝里 这个赏金很快就被冻结了 因为罗开始了他的计划 交了百多个海贼的心脏给海军 换取七五海的头衔 所以他的赏金就冻结在了四亿四千万贝里 罗跟基德不一样 他的城府很深 他换取七五海的头衔是有目的的 为了要向明哥报仇和拉凯多下马 老实说这种挑战强权的态度 他某程度真的跟基德蛮像的 只不过基德是表现在外 而罗是表现在内 罗会有一堆计划暗部形式 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 罗跟路飞同盟 就踏上了动荡的旅程 路飞那不按套路的行径 打破了很多罗的计划 不过也弥补了罗小心翼翼 不敢放手一波的缺点 也算是一种复补作用吧 要不是有路飞这个盟友 罗早就折挤在德雷斯罗萨了 你有城府别人没有吗 在德雷斯罗萨 罗的七五海头衔被废除 冻结的赏金也随之解开 来到了武艺备里 直到德雷斯罗萨片结束 政府才发现罗这家伙有多厉害 破坏SAD 逼民各放弃七五海 还有胡弄政府得到七五海头衔 实在罗的手上 可能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在安地里的部署实在太厉害了 在合资国 他跟基德年兽打败了Bank Mom 原来罗也一样果实觉醒了 这实力还有他的那个头脑 你是世界政府难道不担心吗 所以合资国后 罗的赏金飘到了三十亿背里 与基德和陆飞在同一个起跑线 接近四皇不等同有四皇的实力和影响力 基德背向个十秒啦 罗也没好到哪去 离开合资国后 马上就遇到了猎手恶魔果实的黑胡子 果真难凶难地 罗一样败在了四皇手上 我觉得罗的处境比基德更凶险 要知道罗的手术果实是有特殊能力的 又遇到了狩猎恶魔果实的黑胡子 唉 赏金三十亿又怎么样 人怕出名猪怕肥 希望罗能化险为一吧 说到我们的主人公路飞啦 他的赏金从三千万倍里 一路进步到现在的三十亿倍里 一百倍的潜力股 从橡胶果实变成人人果实尼卡形态 原来路飞是乔伊波伊转世啊 论危险程度影响力 已经是超越任何海贼的存在啦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想清楚 当初橡胶是在政府的船上截取了橡胶果实 这可是会影响世界走向的果实啊 这么重要的果实 政府真的放任不管这么多年 我就当之前政府完全不知道 这颗橡胶是截取的果实 被一个屁孩给吃了 可是路飞在阿拉巴士探斩入头角的时候 都开始被悬赏啦 应该已经知道这家伙 就是解放战士尼卡了吧 怎么还一直放任路飞升级打怪 让他从一个无名小猪慢慢发掘自己的技能 诶 原来我有那么多强大的技能呢 开发出了二党三党四党 甚至目前的五党觉醒 我觉得这不能快有人想推翻世界政府 这根本就是摆烂了嘛 当路飞还不成气候的时候 海军就得想放设法 派各种战力来解决这个眼中低了好吗 看看吴老星如何对待阿拉拉 再看看罗宾是如何被通弃的 然后再看看世界政府是如何对待路飞的 我只能说故事的主人公嘛 一出新手村就把他掐死 不就没故事了吗 到了今天 吴老星才突然承认 啊 橡胶果实还有另一个名字 真的是尼卡呢 我们世界政府该认真对待这个人啦 给了路飞三十亿背离的通弃令 这种反应速度你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真的有点不合理 毕竟尼卡跟空白一百年历史 就是世界政府最想抹灭的 现在已经确认路飞就是尼卡啦 尼卡就是路飞 那么路飞的赏金 真的只能跟基德和罗平起屏作吗 我觉得路飞还是被低估啦 世界政府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 要我形容巴基的赏金的话 我只能说他是今天这部影片中 其中一个翻倍最厉害的潜力股 直接从一千五百万倍里 跳跃到三十亿亿 八千九百万倍里翻了两百一十多倍 我的天啊 这也太可怕啦 就让我们来看看巴基是否配得上这笔赏金 论巴基的战斗力的话 确实他真的不怎么样 也能说是今天影片中 战斗力最弱的那一个 故事能力不怎么样 霸气也基本没有 不过他有一个了不起的出身背景 那就是曾经的海贼王实习生 像克斯的童年伙伴 光是这个背景故事 就足以让他开挂整部海贼王 起初我还以为巴基只不过是个搞笑角色 殊不知他在海底监狱大逃脱的时候 被大伙发现他是海贼王罗杰的前船员 这让他有了多一层滤镜 收了一堆小弟跟随自己 帮他在马林凡多的表现如鱼得水 带领一群小弟冲锋陷阵 先不说巴基自己内心起着黄的一匹 再照顾眼中 这可是罪犯中的领头羊啊 真必一呼八方响一的叫我 加上像克斯在顶上战争最后赶到 巴基又与他相认 这一幕看在其他人眼中 就不简单啦 他的的确确是海贼王的前船员 还跟释放像克斯称兄道弟 所以巴基又招募了一堆人进自己的海贼团 这海贼团的扩充速度 你能不忌惮吗 世界政府是有看在眼中的 所以让他加入奇无害 好让这么大群人成为自己的爪牙 只是这光景并没有维持太久 政府废除了奇无害制度 在这时巴基又阴差养错 收编了老杀和英烟 这两个家伙都有搅动世界的能力啊 这么一来巴基就直接跳升成世皇 我的天啊 论实力巴基确实不怎么样 但是如果说搞公司的话 他真的是海贼王第一人 没钱没关系 融资 没人没关系 融人 经理主管没有吗 那就银言老杀加入吧 十字工会老实说 巴基已经控制不了了 他只不过是叫火苗点燃的人 总结一句 巴基的影响力是无敌的 从一个小海贼 到七无害 再到世皇 真的只能用一句幸运带过 我觉得巴基31亿 八千九百万贝利 确实值得 银言在七无害制度被废除后 政府解除了他的赏金冻结令 我猜他还没当七无害的时候 应该不是这个数目次吧 政府给他的赏金是 35亿九千万贝利 这赏金高吗 我看已经相当高了 银言的性格非常孤僻 别说成立海贼团啊 他连与人交际都觉得麻烦 躲在一个孤岛城堡 与一堆沸沸相伴 所以说银言的赏金 纯粹是政府忌惮他的纯实力 至于影响力嘛 没有 他觉得自己是不需要伙伴的 这种敲火又有什么影响力呢 破坏杀伤力呢 也没有 他不会像鸡得那样 给拼命百姓自战麻烦 无聊的话只不过在海上 寻找海贼捏捏手 大部分时间还是当宅男 所以这么高的赏金 这种说明一点 银言的纯实力确实很强 果然是世界第一剑好 要知道这个赏金比八级还高 虽然八级是四皇 在这部眼中是领头羊 是船长 但是你有看过 父皇的赏金比四皇还高的吗 有的啊 那就是十字公会啦 如果银言是十字公会的第二把脚椅 那么他的的确确 在赏金金额上 比自己的船长还来得高呢 但那又如何 银言也不会自立为王 因为他觉得这样很麻烦 八级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因为实力确实不如银言 论纯实力的话 银言的的确确是有四皇的实力 不过论统筹论影响力 那他真的不怎么样啦 所以银言有实力 八级有影响力 那么不就一起合作嘛 千万别小看十字公会哦 他们确实很强的 黑胡子从一个极井无名的交互 一跃成了四皇 起初的黑胡子 真的连政府都不知道他是谁 连选赏力都没有 嗨 这到底是多么边缘的人物啊 我们的乔八就算被政府认为是宠物 好歹也有选赏力嘛 所以黑胡子也深知这一点 他一定要干一点什么大事 才能得到政府的注意 虽然黑胡子刚刚登场 就有四个傻瓜跟着他 要知道这种传员 要么就是被黑胡子的魅力给吸引啦 要么就是看出黑胡子的潜力 会演示英雄的人还是少数 黑胡子当时什么都不是 头衔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搞组织啦 连个的悬赏力都没有 要如何招兵买马 所以黑胡子想到了用艾舌换七五海 七五海虽然也是没有悬赏力 不过这好歹也是政府给的头衔吧 带着这个头衔到了海底监狱第六层 那招兵买马就简单啦 招了几个罪恶囚犯加入 顶上战争作收羽翁之力 夺走了白胡子的真正果实 让他瞬间拥有了极具实力的海贼团 顶上战争就是黑胡子搞出来的 七五海自然就不是黑胡子的真正目的 所以世界政府也就除去了他的七五海头衔 开始悬赏他啦 黑胡子得到力量后 那速度也是很惊人的 占领了大部分白胡子的地盘 那个扩充速度是惊人的 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取代了白胡子 登上了四皇宝座 赏金也翻了一番 来到了两亿四千七百六十万倍里的赏金 这确实是非常快的精神速度 这两年间 他可是从零到两亿四千七百六十万倍里的 只能说黑胡子果然是城府很深 跟随他的家伙也不是笨蛋 他的梦想是 跟随洛克斯的脚步成为世界之王 千万别觉得黑胡子好对付 他可是陆飞的最终对手啦 所以最近他登场 赏金又翻了一倍 三十九亿九千六百万倍里 这期间他肯定又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海贼团的实力也更厉害啦 香克斯的赏金是 四十亿四千八百九十万倍里 海贼王罗杰的前十牺牲 如果说八级登山试谎之位是靠运气 那么香克斯就是靠纯实力 他对大秘宝一点都不感兴趣 也对争夺海贼王头衔没什么欲望 香克斯的存在 有点像平和世界格局的狠角色 看他可以自由出入圣地马力乔崖 就知道他的背景不简单 而且多次神手干预格局走向 例如劝白狐子召艾斯回来 别让艾斯再追上黑狐子啦 果然黑狐子这家伙不简单 绑了艾斯又搞出了马林凡多大混战 香克斯果然神预测 这场大混战不得了 双方最后死伤惨重 这么一个蓝胎子 还是得我们的香克斯来解决 他最后赶到马林凡多 让大家给自己面子 才平息了这场战斗 我就说了香克斯果然是香克斯 这文社难道能预测到那么远的未来吗 白狐子当初如果听了香克斯的谏言 我想黑狐子到现在都还没成为世王呢 香克斯的纯实力很强 他早期跟鹰眼比拼戒属不相上下 就知道这家伙不简单 除了戒属外 他的霸气才是鹤立鸡群 那个霸王色范围这样的太夸张啦 人没到已经可以把大将吓跑 就问还有谁 当然这些种种 都是从侧面印证香克斯的实力 老实说香克斯也没出手多少次 我们能看到的画面顶多是跟白狐子碰碰招 结果也不知道是谁赢啦 还有最近吉德再次挑战香克斯 谁知道香克斯在四皇中 纯实力是不同等级的 一招秒掉了30亿赏金的吉德 我香克斯只是稍微低调一点 你就觉得我好欺负吗 让你看看我的神秘 香克斯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个爵士高手生长不露 40亿4890万贝里的赏金 也确实对得起他啦 夏洛特林林 人称Bank Mom 她从小的实力就很恐怖 一个小孩干饭了整个巨人村庄 你要知道当时的Bank Mom才5岁 我的天啊 可想而知Bank Mom真的骨骼惊息啦 Bank Mom开始被政府悬赏 是她不小心吃了修女 得到了混混果时候的事情啦 一个5岁的小女孩 被悬赏5000万贝里 这已经很不错啦 毕竟才5岁嘛 但是政府很快得到教训 对Bank Mom的实力有错误的判断 此女非此中之物 实在太强塌啦 马上就更新了悬赏 Bank Mom得到了5亿贝里的悬赏令 这时的Bank Mom也同样只是一个小女孩 日后必有一番作为 是的 Bank Mom加入了洛克斯海贼团 曾经是凯多的大姐头 光是这份履历 已经相当了不起啦 而洛克斯海贼团解散后 Bank Mom也随之自立为王 成为了诗谎之一 赏金来到了43亿 8800万贝里 说到Bank Mom的赏金 她也打造了几项记录 她可是女性角色中 赏金最高的那一个 还有的就是她的海贼团 你一定没猜到 大妈海贼团的总和赏金 是全部海贼团中最高的 如果你能瓦解这个组织 那么你就是海贼王世界中 最有钱的人啦 大妈团赏金总和 101亿 2150万倍里 这么庞大的组织 你是世界政府难道不恐惧吗 加上Bank Mom可是 对海贼王头衔有兴趣的啊 论组织的规模战斗力 还有她的古怪性格 这些零零种种加起来 她确实值得拥有那么高的赏金 来到了我们的前三甲啦 凯多最强生物 赏金有 76亿1110万倍里 白虎子死了后 就她的赏金最高啦 不过现在可能 她自己也没有想到 搞得一个生死未扑的下场 真的让人唏嘘 凯多也是前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 先别说什么统治世界 成为海贼王这些梦想啦 就说凯多目前的影响力 她可是黑市中的一名大户 维持着人造恶魔果实的供应链 如果把凯多放在现实世界中 她可是妥妥的毒贩供应商啊 这么上天害你的事 难道一点也不害羞吗 凯多还真的脸不红心不喘啊 觉得人造恶魔果实 除了是她的发财大忌 还是她称霸世界的工具 她要打造一支人造恶魔果实军队 什么歪瓜裂枣 只要你成功吃下人造恶魔果实 并且得到力量 那就是百兽海贼团要的人 我觉得吧 虽然百兽海贼团 一样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 但是在那是一群无合之众 团内又有多少个人 是在那真心为组织效命呢 我觉得应该少之又少吧 凯多除了组织庞大外 她的实力同样不容小区 凯多啊 这家伙是鱼果实青龙形态能力者 不是说她喜欢在水里游泳啊 吃下这个果实后 她就可以变成一条青龙 随便搞定风火雷云 这些天灾级别的招式 信手捏来 实力影响力破坏力 凯多都是顶级的存在 摆出海贼团那些疯狂行径 确实给世界造成很大的麻烦 拥有海贼王目前地上高的赏金也不为过 白虎子最强男人 赏金有五十亿四千六百万倍里 是皇中赏金最高的男人 海贼王目前赏金第二高的男人 是的 白虎子就是那一个艺人之下的存在 其实我对白虎子有如此高的赏金 有点弄不明白 说到对政府威胁 白虎子海贼团 不如大妈海贼团跟百兽海贼团 如果只是论战斗实力 应该跟红发差不多吧 加上白虎子病痛残身 怎么看也不像是当打之年 怎么他在释放中的选赏金又是最高的呢 我试着解释吧 毕竟白虎子可是传说级别的存在 如果因为年纪大了 海贼团虽然庞大 但又太乖没太多搞头 所以赏金上不去 实在太不给面子了对吧 红发要面子老爹不要了吗 白虎子没有太多行为威胁到世界政府 就已知的讯息确实是如此 老爹没有什么心思去争夺什么one piece 更没有先行推翻政府 他只关心他的家人 不过有一点 老爹的行为的的确确是会惹怒天龙人 他的地盘很多 而且他也在渔人岛解放了奴隶 奴隶啊 天龙人的宠物 已经敢无缘无故解放 那可是滔天大罪 加上白虎子那人爱的治理态度 确确实实收买了人心 他带给许多地方安定 避免受到其他海贼的骚扰 我只能说忍者无敌意 还有就是罗杰曾经告诉过他one piece的秘密 他临死前那一句 one piece真的存在的 跟罗杰开启大海贼时代 是有意趣同工之妙 这种人人爱戴的领袖 确实值得世界政府忌惮三分 凯多、big mom没有办法跟白虎子比的地方 就是那股笼络人心的才能 看看白虎子死的时候 他的穿越裤的稀里哗啦的模样 再看看big mom和凯多 只能说无论你再强再有钱 人心是很难搞定的 终于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赏金冠军啦 海贼王罗杰 赏金55亿6480万倍里 海贼王历史中赏金最高的存在 老实说罗杰的赏金历史最高 就只有一个原因 他是唯一一个完成伟大航路的海贼 当然论实力他的确无话可说 如果只是因为战斗实力 就能拥有最高赏金未免也太肤浅啦 罗杰海贼团跟其他释放海贼团不一样 他并没有什么盘踞地 他是海上最自由的人 起初的梦想 应该还只是想环绕世界一周吧 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自己最终能完成伟大航路 抵达拉夫德鲁 不过可惜他来早啦 只能说罗杰生不逢时 光是知道世界政府的全部秘密 就已经让他配得上这份赏金啦 最后罗杰换上了抉择 向政府自首 然后在处决他的当下 他向世界发出豪言 想要我的财宝吗 想要的人 就到海上找找看吧 我把他们全部放在那里 就此开启了大海贼时代 罗杰就像启蒙老师 给了很多人梦想 梦想是可以达到的 只要你付出行动 我只想问罗杰那份赏金 是不是给这个杀了他的交火领啦 罗杰人头在此 赏金快快付上 一般来说 悬赏金是由世界政府或旗下的海军发行的 以求被通缉者尽数绳制依法 不过好像政府也没有成功逮捕到多少个海贼 好啦 本期内容到这边已经差不多啦 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记得留下你的踪迹 订阅分享点赞 让演说法知道我是有在工作的 我是梦想娇 我们下期见